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技能 这个技能我想叫做镜像力 什么叫镜像力呢 就是由某个中心点向四周散发出一个力 我这里拖了四个球出来 并且把它的模拟物理打开了 当我释放这个魔法的时候 这四个球会被我全部弹开 向四周我们称为镜像力 像比如说魔法里面有像奥数暴击 或者是奥暴 通常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实现的 好看一下怎么来呢 快速的前面就是来设置一下输入 编辑项目设置里面的这个输入 我们来添加第二个skill 第二个能力skill 然后它按键呢是这个 按键是为up 好另外呢再准备动画 动画呢我想要一个这个向下蹲的 就是当我们打这个地板 地板然后喷出一个火花火焰 向四周散发开来 找一下这个动画 动画learing kit game 我们还是在这个里面找 这里面有个蹲下的 这个 这个蹲下的 我们拿蹲下的这个动画重定向过去 和我们刚刚的那个引火呢是一样的啊 重定向动画 右键重定向动画 复制动画 选择我们 我们的Orient这个骨骼 把替换一下这个epic corrector 然后呢换成Orient 放到我们自己的动画目录里面去 点确定 重定向 好非常非常简单啊 这个我们操作很多次了 找到这个crunch 好就是这一个啊 这一个我们呢到O 到这个动画 蓝图里面来 相同的方法来设置一下啊 就像我们刚刚设置引火一样呢 我们添加一个新的状态 这个状态的名字叫做这个镜像力 Ratio Force 好 但你不用跟我取这个名字啊 因为我用这个镜像力呢 是更加的方便来说明 它是一个镜像力的魔法 像四周散开 但是呢这个魔法的名字是有点丑的 好 然后呢 把它连起来 连起来 从这个待机状态 进入到镜像力魔法 然后呢退出 双击进去 我们要播放哪一个魔法 我们播放哪一个动画 是播放这个对不对 Play Orion Crouch 啊 这个蹲下的这一个动画 然后呢 再把它的两个状态啊 从待机状态进入到 释放魔法的状态啊 添加一个 波尔茨 叫做IsRatioForce 是否正在释放这个镜像力魔法 好 一模一样的方法 释放呢 是这个 然后回归呢 是用not not 加一个not 好 这个呢 也跟我们刚刚引火 是一模一样的啊 非常非常简单 保存 这一边呢 就完成了啊 准备了输入 然后呢 也准备了这个动画难图 好